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以这个章节的顺序 再进行一些议题的探讨 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进入的是 第一章的第六节 职业及经济方面的丧失 对 他主要就来谈这个 事上者在面对丧失的过程里面 尤其在职业跟经济安全这部分 那他有些探讨 那今天 Benson想要跟我们聊聊什么故事呢 哇 原来我每一次这个开场都要有个梗 对不对 对 这个责任都交给你了 好 就由我通灵师 Benson 通灵阿伯 对 通灵阿伯来去聊聊 我之前的工作啊 我曾经去拜访 也跟他合作了一段时间 是在台南的一个市场单位 那因为我当时跟他合作的主要就是 因为他们都是做按摩的陪力 还有做按摩的这些推广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计划 就是能够让他们的会员 能够到很多的社区啊 去做更多的推广服务 当时我感觉做得不错 成效也蛮好的 所以其实就我当时的观念 一直以为 原来我们视障的朋友 他就是按摩 我以为这大概就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那我们那时候也很推 到处去跟人家介绍啊 推广说他们的按摩的事情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有办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啊 那也是很多NPO的伙伴来参加 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就邀请这个单位的按摩师傅 来帮我们这些NPO的社工啊 工作伙伴啊来抒压 所以其实就当时的我来讲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可是当我有机会正是踏进 我们这个视障服务的单位的时候 我才发觉 其实那只是我们视障者就业 其中的一环而已 对 其实在进这个单位之后才发现 哦 我们过去的想象 过去的了解 都是看到视障者在按摩的 但是在进来 我们现在这个单位之后发现 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很开心 可以请到我们单位的视障老师 曾道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欢迎老师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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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先请老师帮你自我介绍一下 老师的身份 还有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 好 我是一个RP的患者 从小就是夜忙 然后视野狭小 然后卫光 走路就是台语工 撞过来撞过去这样子 那个桌椅被我撞这样到处飞 那走路的时候 你如果在路上晚上的话 看到说 站在那边跟电线说 sorry 那个人就是我了 老师你好有礼貌 所以这是从小这样 那我13岁的时候呢 在我们台北一个名医 一个林医师 眼睛的眼睛的眼睛 眼科医生 他就宣布我说 大概30岁左右会失明 所以我13岁开始就接受 会失明的这个宣告 然后真的一直到29岁开始 退得很厉害 那时候是因为白内障成熟了 我是RP 然后又有 附带有白内障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在我13岁的时候 那时候民国56年 那个时候 白内障几乎是没医的 但是到我30岁的时候 白内障已经有医了 所以人家就说 那可以去开刀啊 但是我右眼开刀失败 右眼开刀是失败的 然后所以昨天就不敢开刀 一直在过了一年之后 昨天退得很厉害了 几乎是我上班呢 我都要拿放大镜看我的资料 甚至现在连放大镜都看不见了 所以不得已再开刀 幸好开刀开完了第二天早上 医生来拆掉纱布之后 问我说怎么样 我跟我太太说 我看到站在门口的那个护士 只看到护士 没看到医生 对不对 连太太都没看到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 所以突然昨天的视力 恢复到0.4 0.5左右 我以为就是从此天下太平了 我有时 但是呢 到38岁开始 又很急速是在恶化 所以到48岁的时候 就从职场上退下来 那时候公司刚好也要 白签到大陆去 所以我就不跟着去了 结果我就退下来 退下来之后呢 很幸运的 那一年台北市银行办电脑彩券 经销商的抽签 我抽中了 所以又做了五年的电脑彩券 到了53岁 53岁之后 第二期的电脑彩券没有抽中 所以那时候的新北市政府 他们办了一个转业说明会 就针对这些 没有抽中第二期的这个 好几百个经销商 来介绍之后 要转业可以转什么职业这样 结果去那边去参加的人 只有我一个是视障的 其他都不是啦 都是自己障碍什么的 所以只有我是视障 所以他们社工就来找我 视障的 那你有扩事机啊 有什么 你有没有去运用过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 社会局 你们通知我说 有什么社福团体 是服务视障者 可以知道视障者做些什么事 所以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接触社福团体 第一次接触到他们说 有社福团体的信息 然后就去 他们就推荐我去 中华民国武藏海科技发展协会 那边去看那个扩事机 我去那边看了扩事机 我可以读书 我发现可以读 但是那个扩事机呢 涨上型的 就跟我们现在 数据相机差不多大小 差不多大小 我一次只能放大 我那个字要放大到很大 我一次只能看到一个字 所以整本书 不要说整本 整页书 你要读下来这样子 光是移动那些在那看 就太累了 不知道花多少时间 那个眼睛的视力也受不了 所以我就这个不行 那他就介绍说 那个有语音电脑 那因为我本身 我从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碰电脑 从Apple 2开始玩起 所以我就开始学电脑 学语音电脑 用语音 怎么样听语音来操作电脑 那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脑 是Windows版本 我以前用的是DOS版本 所以也熟悉了一下这个 所以学习了一年 所以民国九十六年 整年度我都在学习 学习电脑 学习一些电脑的应用软体 参加哪些什么 日文绘画班 我通通参加了 有课我就参加 老师兴趣很多元 然后在民国九十六年底 人家跟我介绍说 除了这个 导王署这个软体之外 还有那个暴徒软体 叫做Jaws 比导王署强很多 我说那到哪里学 他们就介绍我到有声书来 所以我说我第一次接触有声书 是在民国九十六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来 然后刚好那时候是 驾驶的课 团体班 一个礼拜上一次 那是我博士在教的 对 所以我就来这边学了 然后学了驾驶 也学了Office 也学了Office 因为我以前在操作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豆豉环境的时候 P2跟Lotus ESN都用的很熟 所以进入Word跟Excel也蛮快的 所以就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刚好 那时候3月29号学会要在彰化 老师日期都记得好清楚 记得真好 他要在彰化办一个会员大会 当年的会员大会 他在彰化张师大那边办 对对对 然后他就 然后博士就在会 就在课程当中 上课之前就讲 那个我们要去办 那个可以去旅游一天喔 有没有谁要参加的 加入会员 然后报名他加入会员 400块就会去玩一次 开会啦去玩 我就报名了啦 我就报名加入会员 我没有去玩啦 那天我有事我没有去啦 但是因为加入会员要写履历表 对对对 所以我又写了履历表 没有一个博士 博士看一看说 这个交的精力好像蛮完整的 会日文又会英文 对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从在工厂里面 这就是林宅啊 在工厂里面从作业一直做 做到长长退下来 他看得到护士 所以他就说 协会有一个职缺你要不要来 那这是一个那个 那个政府办的 那个最低工资的那一种 多元人力的 多元的对对 多元就业 多元就业方案 对对对对 所以刚好有一个缺 我说要不要 我说好啊 他说薪水很低喔 没有关系啦 这个能够有工作 这不计较什么 我就来这么工作 所以第一年就是做组员嘛 第二年那个专案经理就离职了 然后我就升专案经理这样 然后接下来 协会成立这个市长服务组 在这些年 他后来成立市长服务组 然后我就接第一任的组长 然后一直到103年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 因为在刚开始在服务市长者 这一块的时候 当电脑讲是在服务这一块的时候 就是凭着一股热忱一直在呼 但是 个人是没有那个专业的那种理论基础 所以刚好那个101年10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十万大协的 互建智商所 他们有办了一个协分班 上课两年总共是 七百多个小时 反正那两年就是 只要礼拜六礼拜天就是要去上课 没有休假 整整两年 老师真的超强 好 那我们那班十七个同学 大家都结束这样 对对对 那里面的就是 很多其他单位的社工啊 或者是定向师啊 生活治理师啊 他们都去参加 所以整个我们大家都一起参加 那读了两年之后 我就觉得 在读了这两年的尾棋的时候 是要有那个实习 三百六十小时 那三百六十小时 所以那时候呢 也刚好透过朋友 那就是说到台南去 台南大学 台南他们有那个生活重建中心 去那边实习这样 是 对对对 那去实习的过程当中 哦 发现说 南部的私自资源真的非常缺乏 嗯嗯嗯 然后整个所有其他的资源都很缺乏 嗯 所以 而且在那一个 那个过程当中也到了 嘉宜的南华大学 去那边开了三天的课 嗯嗯 指导他们的视障生 MVDA的课程这一类的 嗯嗯嗯嗯 对对 所以就发现说真的是他们那边 资源很少 所以就决定就离职说 想要往南部走走这样子 一些视障的资源 能够往南部通通这样子 老师好有爱心哦 老师是很老师很热心 很热血 热心又有爱心 对 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去年开始 才没有在外面跑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 所以 老师年纪比较大是刚满20 是不是 哈哈哈 你刚才行为是18岁的行为 哈哈哈 太热心了 刚刚开始领那个老年年金啊 哈哈哈 我知道老师过去其实蛮常会 如果说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 在进来学会都知道 其实北部以外资源是相对缺乏的 对 那其实对于我们在服务过程 如果是在比较远的 在台北 就是北部以外的县市 其实老师还蛮常就行囊一杯 没有错 就飞下去了 老师超有行动力的 那个 其实 其实要感谢太太 嗯 第一次她是很反对的 欸等一下 太太有在听吗 有 讲大声一点 哈哈哈 护士那段我们帮你剪条 哈哈哈 她会听啦 哈哈哈 其实要感谢 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 去苗栗 她要去 我是用假日的时间去嘛 嗯 那时候在上班嘛 是 用假日时间去 而且是智慧去 嗯 我就很不高兴 蛤 那 假日的还要去 那还要自己智慧这样子 嗯 她就说 我说 哎呀 那个到苗栗搭平快车 到搭 那七千车 才多少钱半价 对不对 哇 然后就去了这样 所以 我太太去 回来之后她就说 她就很感动了 她说那个是这样子 很年轻的 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曾经到意大利读学 有两个双硕士的学会 哦 但是就是为了说 工作的时候 一个人住外面 感冒了 嗯 然后发生成日本脑炎 哎呦 结果花烧自己不知道 就是在租的房子里面睡睡 家里人年落两天 年落不到 然后去那边 去打开她的房子 她知道她就昏迷了 哎呦 然后送急救 急救了很久 后来恢复了 但是就是 哎 身体有一半是活动不灵活 然后眼睛就化成问题 对对对对 因为刚开始 她以为只是 轻微就是感冒而已 很多人都不会 想会这个样子 她是日本脑炎 对对对 所以她说这个拿来子 其实长得很好的这样 所以后来她就 很愿意跟我一起出去啊 桃园啊 师母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 台中什么 她都会跟我去这样 所以她就是说也稍微 就是就好像是我们两个 就在那个车子上面 她会跟我介绍外面的风景 我说以前这边有什么 这段有什么风景 她就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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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每次都讲 那二三十年前的事 现在那个没有了 所以那个里程也算是 就是两个人这样子就回去 所以就出门有点 类似郊游旅行的消息 这种感觉很棒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台南高雄 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 也会下去啊 太远的话 我就自己一个人下去 去服务市长者这样子 好热心 那只是一点心意而已 就是轻描淡写 我刚因为老师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把她从过去是怎么样 只有眼睛的状况 然后一直讲到 她后面怎么样跟学会接触 看起来从老师刚讲96年 96年跟学会接触 哇你看到现在已经快13年了 我们学会成立今年16年 93年成立的 对啊真的是很有缘分 所以就会三年三岁的时候 对对对 就认识老师 我来有生书学会 我还没有进来服务之前 我第一个认识的老师 就是郑道明老师 对 还没进来的时候 对我那时候还没进来 对我那时候 第一次来这边参加分享会 参加分享会的时候 那老师刚刚有谈到RP 对这RP其实在之前 我们第一次访问 小英老师的时候 小英老师就有聊到这个疾病 小英老师她本身不是RP的患者 其实我们蛮多服务的个案是RP的 其余很多 对 那老师可不可以 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RP 稍微解释一下RP RP其实这英文字很长 所以我也不会念 诶那个有人会念英文好的阿伯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有点在考验我 哈哈哈哈 我感觉要念那个字 我在念不讲 所以我剪就是RP 我不敢乱讲 因为真的是广播节目 我们到时候被护病 好 好像就是RP 我们眼睛呢 眼睛有个眼底 眼底是一个我们叫做视网膜 是 视网膜它就好像是一部镜子 那事实上视网膜它是有两个细胞组织成的 一个叫做追细胞 一个叫感细胞 那我们知道在黄斑部知道吧 常常有些黄斑部拼变 黄斑部就是我们眼睛最中央的那一块 看细微的东西看文字 你看得到人的脸上的皱纹 那些都是透过这个黄斑部看 黄斑部是那个追细胞 然后它的外围呢就是感细胞 感细胞呢 它是主要是辨识大型物体的 所以眼眼看着公车来 你是看到公车大的公车 但是你看不见那个字是什么 靠近一点再看得见 那个就是要靠中间 所以在这个细胞呢就是RP的话 就是说这些细胞呢 从外围开始慢慢死掉 它是一种遗传对不对 也是遗传 但是我前几代都没有 所以医生说是突变 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说那个细胞呢 从外面它不是 我说死掉是比较那个 它就是只能接受黑色而已 只能接受黑色 所以就是没有东西 看不见东西的 因为它从外围开始 所以老师刚刚有讲到 视野狭窄这样子 是慢慢缩下来的 慢慢缩下来的 那因为那个时候小英老师有讲说 RP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对 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所以我13岁的时候 医生就宣布 因为我是RP RP它有 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夜盲 胃光 还有这个视野狭窄这个状况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也会有白内障的状况 我就是属于会有白内障的状况 它算是这个疾病附带的 对对对对 这个疾病还有附带一种 叫做听力的丧失 哦 它也会有听节的丧失 这样子啊 那老师有吗 我没有 那有些人有听节丧失的话 它一般来讲 听节丧失就比较早发现 早发作 就是说听力就比较不好 然后后来的话 就是视野会越来越不好 对对对 是这样子 那RP是到现在一直 还没有什么医疗的手段 可以去克服它 那所以老师在 它只能延展 只能让你比较稳定 比较慢这样子 比较慢发生 对对对对 所以老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从13岁到 不是从13岁 我从我有记忆开始 就是在看音乐 就是这样子了 哦OK 所以从这样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内心上 你会觉得有什么很 需要调试的部分吗 其实就只有一天啊 哇哦 那个医生跟我讲的那一天啊 那一天就是很沮丧 然后回到家里呢 我只有一个姐姐五个妹妹 那就回到家里呢 姐姐她们知道呢 妹妹她们知道 大家都是 哎呦这个会这样子 姐姐当时对我也很好 她就说就很照顾 所以水果什么东西的话 可能都第一个想做到啦 哈哈哈哈哈哈 沮丧完一天发现蛮多好处的 然后呢 第二天 第二天妈妈看到说 哎怎么大家 都是这样 她就开始下令了 不准这样子 然后还是她是一个平常人 所以第二天开始 我又过着平常生活日子 就是该爱打还是要爱打 老师家庭真的非常的温暖 所以老师才会这么热血 而且还很开明哦 因为你看从您的母亲 我母亲 对她从要公平的对待您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就很不容易 因为很多 我们所接触到很多 视障者的家长 这是难免的 会就一直保护她 对所以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忘记这件事了 然后一直到读书毕业认识 我一直跟老婆谈恋 读书最后一年跟老婆 一直谈恋爱这样子 对我有跟她讲哦 有很多人问我说 我没有跟我老婆讲说 我有失明 我说我有讲 有的老师 你已经在广播里面 有特别著名了 我曾经讲过 对 然后有人问我说 她为什么要嫁给我 我发现她眼睛比我更差啦 师母是老师说的我没有说 看起来这一集 要特别推荐师母来听 所以就一直 我们哪一天开播会提醒老师 那天可能回家要小心一点 一直到现在 这个都很事实的事情 我跟任何人都是这么讲的 我是从一而终的 老师那刚好谈到您 这样子从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一直不断在看医生 那我相信看眼科这样子的花费 跟她的过程 应该 花费应该会很大吧 会不会 应该是还蛮大的 其实看眼科 曾经有一个是藏者 他提供了一个 就是说 从明医 看到神医 看到巫医 然后看到鬼医 鬼医 对 我也是状况是大概这样的 什么庙 什么地方灵 什么地方怎样的 就去 什么医生 人家介绍什么医生 什么样子 我妈就带我去 我 小时候吃鸡肝吃到怕 吃鸡肝 鸡肝 有一道湖 就是跟鸡肝 烧化了之后 跟鸡肝一起煮 然后我就要吃鸡肝 喝鸡肝 吃了两年 所以我看 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鸡肝 那个时候就是 反正有人抱什么 就会去的 不好意思 我们前面其实忘记提醒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是用一个蛮健康的态度在谈这个话题的 是的 那因为老师 其实我们跟老师已经相处了蛮久一段时间了 那所以我们在 我要提醒听众的是说 其实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有跟老师先商量好的 是的 那如果说听众 我相信很多听众其实对视障者是很好奇的 但是如果在聊到这部分的时候 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 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意愿跟你们聊这样子的话题 因为有些你要让对方有一些心理准备 那有些人他们可能不太能够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请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贸然去问 因为其实这是有点 就是对一个视障者来说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不愿意忙上去谈的一件事情 对啦 其实我常常碰到这种状况 在路上碰到人 他很好意的来引导你 或是见车司机跟你聊天 或是什么状况的话 人家等公车旁边跟你聊 第二种 你为什么我会看不见 这个我很不好回答 然后你要去按摩吗 然后你们走路都在算不滑吗 不然你能知道哪里转滑哪里怎么样 其实有些这些问题 我们真的是很难回答的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刚刚开始接触各个机构的时候 面对各个社工 然后再重复一次我的病例 因为社工都是这样 他会很详细的想要了解你 对 所以那个其实有时候也很挣扎 我这件事情 我已经讲了十次 讲了N次了 我还一直在讲 那这个档案留着 直播放给他们听 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 有跟王小韵老师谈到RP 只是不过当时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跟他好好地聊聊 不过今天我们就访问到 本身就是RP患者的道明老师 整个的过程听他这样微微道来 不过我还真的蛮能体会RP患者 他漫长离病过程 对他们心理层面造成了一种压力 听完之后呢 讲时代话 我觉得真的也让我再次抹去了 对视障者的不认识也 对啊 因为我们平常跟道明老师相处 其实老师是一个很开朗很海派的人 对 没错 对 那我觉得这一次很有趣 这是跟老师认识以来 第一次跟老师聊这么深入 老师从他小到后来 就是到现在的故事都很清楚地跟我们分解 对啊 我觉得他记性好好啊 年份都记得我真是佩服佩服 我连去年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记得 好可怕好可怕 我印象很深刻 就老师讲到那个吃鸡肝吃到怕那一段 那其实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老师的一些就是阐述跟他的一些思考的时间 我可以感受得到老师他其实在提出来这一段 也是他其实有一点不太舒服啦 当然啊 你要再回想那个痛苦的过程 我觉得不仅仅是回忆而已 对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很不舒服喔 对 尤其我们认识老师这么久 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在旁边听了其实蛮心疼的 所以我在那一段我也特地 现在也想要特地再提醒大家 就是我可以了解说在大家 就是对市长者非常的好奇 那我们也常常会被 包含我们都常常被问到一些问题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一直去追问 或者是有一些像老师讲到就是 只是单纯的引导就开始 把那些刨跟究底都要问出来 为什么会退化啊 你怎么生活啊 怎么那么辛苦啊 你怎么走啊 对啊 那这些问题其实 因为他们不管是他们在受社工服务的过程 或者是像有的时候有些市长者 他们就像这次的节目一样也会受访 那他们一直一直的在讲自己的故事 其实都是在把自己的一些过去很不舒服很痛的经过 不要再拿起来一次 对 那这个分享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痛的过程 对啊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用同理心 我觉得这也是mage到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 我们为什么要做抹黑客 是 就是要抹去大家对市长者的我们讲歧视也好 不认识也好 我们真的很希望透过这一些不断的访谈 让大家以后在遇到市长者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同理心来去跟他们一起相处 对 如果大家对市长者好奇的话 那就先听我们的节目 对 没错 不用一直问他们 先听一下 对 然后你有不懂的可以这个 请留言给我们 对对对 我们事前其实都会跟受访者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沟通 那如果他们不太能够被问的我们也会我们也会不问 因为其实选择要不要说这是他们是尊重他们愿不愿意分享 因为有些人其实在或许他光想到他就会掉眼泪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小心的操作 没错 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市长者 市长朋友 他们只因为自己过去本身的状况而产生心理的这样子的不舒服 我觉得这样子的痛还真的是马上就不让我联想到现在 coronavirus对不对 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肆虐的情况 我光是每天看到那个数字就觉得真的很可怕 而且对 看到很多就是 虽然可能这个过世这件事情 很多人过世患病过世这件事情 这是个数字 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痛的过程 一定的一定的 尤其对他们自己的家人也好 相爱的人也好 我觉得真的都是很难过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提醒他 是真的要提高警觉 我觉得我们要记住以下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平时要维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没错 室内要距离1.5公尺 室外也要距离1公尺 爱有多深 距离就要有多远 对 没错 我们还要正确的戳柔洗手 不碰眼鼻口 没错 这世界上最恐怖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你在我面前 哈终却没有遮口鼻 那在公共场所呢 我们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满哦 对 提醒大家肥皂洗手至少要洗20秒 大家可以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唱慢一点啊 然后洗手步骤呢 就是内外夹工大力挽 就是手心内然后手背 然后还有你的虎口的地方 然后大拇指 那还有支架里面也要稍微洗一下 还有手腕的部分 要认真 对 那如果说有一些进入一些 进出一些场所的话 干洗手或者是酒精呢 如果有的话就稍微喷一下 然后稍微的消毒 那现在政府其实有一些因应的政策了 但是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守好自己的眼口鼻 也可以守护他人的健康 对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对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 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间 那我们未来有机会 一定可以再相见 大家一起出来玩 一定的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们这个节目 也可以上脸书搜寻有声书学会 那如果有任何好奇或想要了解的事情 欢迎私讯告诉我们 当然听节目的心得也可以告诉我们 没错 那我们的节目呢 会固定在每周四的五点上线 目前有上线的平台呢 是iTunes、Spotify、SoundOn、YouTube 还有SoundCloud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五颗星喔 然后也推荐给你周围 对视障者或者是对这样的 症状议题有好奇的朋友收听 没错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囉 拜拜 本节目由社团法人台湾 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录制、剪辑 有声书学会 以科技服务施葬者的NPO